因为6月1号起 浴馆处全新启用环保电动压缩垃圾车 旧的垃圾纸车无法继续使用 因此浴馆处除了移走原本放在停车场的垃圾纸车 并且开始实施无痕三菱的相关政策 呼吁游客登山客来到塔塔加地区 不可以吹竹以外 更要将自己带来的垃圾一起带下山 原本放在塔塔加游客停车场的垃圾纸车已经被移走 除了因为老旧 无法因应全新的环保电动压缩垃圾车 另外也因为预管处发现有不少游览车或是游客 将大批无分类垃圾拿来身上丢 我们之前在停车场有设垃圾纸车 那我们从6月1号起就把停车场的垃圾纸车移除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垃圾市上 我们是还要再载到阿里山公所 然后阿里山公所还要载到山下的鹿炒焚化场去做焚烧 那事实上我们在山上的分类呢 也没办法像山下那么的详细 有些山下可以做分类的物品 资源物品 在山上只能够当作一般垃圾烧掉 所以其实反而是增加了一个环境的一个成本 虽然塔塔加地区偏远 但预管处发现这几年来 游客带来的垃圾量非常可观 甚至造成野生动物找垃圾来吃 造成生态危机 因此决定许是爱山近山的无痕山林政策 那有一些垃圾的收集点 反而会造成动物它们去翻弄 那这些动物它吃了垃圾 其实对动物的健康也不是很有利 那而且呢 也会造成整个环境的一个长屋 所以呢 要请大家多多帮忙 就是从6月黑号起 我们已经撤掉了停车场的垃圾纸车 那请大家来到这个美好的环境 一起维护这里的环境 请自行把垃圾带下山 预管处再次呼吁游客 它大家地区现在除了游客中心外的分类垃圾桶 其他都无法再丢置垃圾 也拜托大家共同配合 为环境也为野生动物 落实无痕山林政策 记者赛事前新一项采访报导